大家好,就是我們之前有請大家繳Excel VBA的作業 那現在目前就是大家都很認真都繳繳了 然後我們繳繳的情況已經有大概八成了 然後還有大概四位同學還沒繳繳 就要請他們再多加把鏡然後趕快繳給我們 然後就是把你運用的狀況把它展現出來 然後那個流產可能要寫得比較清楚 因為老師這樣才會知道你大概到底在流程上面 到底每個步驟是怎麼做的 這樣老師才會有辦法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他就看你哪個步驟可能不OK這樣子 所以可能寫得比較清楚讓老師了解這樣 那我們就是第11、12週的時候 就要開始進行我們的作業的那個練習嗎 然後我們的排程就是大概一半 第11週老師已經整理好我們作業的那個 大家的共同性的問題 然後就先帶大家先解決共同性的問題 就是可能有怎麼寄E-mail啊 還有就是可能資料庫的整理 但是資料庫的整理老師剛剛有提說 就是這部分可能還要看我們資料庫的狀況 然後才能就是看那個複雜度 然後這個部分可能會先保留 然後還有就是再來就是表單填入的順序這部分 就是以這幾個問題先解決 然後之後我們針對一些同學的作業 就是老師可能需要再理解的部分 然後就是可能請一些同學進行他的流程的說明 還有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讓老師理解清楚 然後老師再給他們一些建議 然後給建議完之後 同學去回家再把E老師的建議回饋去做修正之後 我們再腳腳回來 然後再就是讓大家再針對老師給的問題去做練習 然後在第12週的時候 老師會挑幾個同學的那個個案 然後就是像我們上課的練習一樣 老師會把它清空 然後就是帶大家去做那個他們的 個案的練習這樣 然後如果因為 目前還不知道可能會花時間多久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就針對第11週那個作業繳交的狀況 然後老師再看他們修正的如何 然後再給他們回饋這樣 然後目前我們的安排是這樣 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就先進行我們這一週的課程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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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